到這個地方折衣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 應該有兩公尺 其實1.5公尺就好了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 能夠跟大家來這邊分享 我們如果有看過在YouTube上的演講的話 應該知道我並沒有特別要講什麼 我要講什麼完全是大家所決定的 所以如果有人之前已經不幸把手機收起來的話 現在可以把手機拿出來 那我們就開一下螢幕 你看 非常聽話 剛剛那個被腦破干擾 現在這個彈個手指就可以 這個被弄成兩半的QR Code 希望還掃得到 那如果掃得到的話就連到這個聊天室 是匿名的可以提問 那如果掃不到的話 那就麻煩手動輸入這個網址 slido.com 然後輸入00322 然後不用輸入 不管是透過輸入網址 還是掃圓客的方式 都可以進入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如果有人已經在上面了 已經可以開始提問 你看 非常好 就有一個人提問 叫做00322 不過可能是打錯字 但anyway 好 這個先把它收起來 那不過剛剛那個示範很棒 就是說第一個它是匿名的 你看你也不知道是誰不小心打錯字 因為大家都愛滑手機嘛 沒有人知道是哪的 然後第二個是說它可以投票 所以如果你比較想要聽 關於台灣未來30年信心職業的發展 你就幫它按讚 如果你比較想要聽晉級的巨人的話 你就按第二個 那當然這個小孩才做選擇 你也可以兩個都要 你也可以兩個都按讚 這個拉鋸非常的激烈 所以現在有第三個開始出現了 anyway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它的特色 其實這個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就是眾人知識 眾人助之嘛 對於我們整個社會有公共利益的事情 好比想說大家在聽演講的時候 比較不想要分心 這個就是有公共利益的事情 那大家都可以來幫忙 意思就是說大家都可以建議一些 比較不會讓人想睡覺的主題 所以不會是說 好像我一個人拿著麥克風 我就要負責在接下來的 應該是接近一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 一個小時就十幾分鐘裡面 想出各種各樣的梗 大家都可以來幫忙 腦補這個梗 所以這個就是社會創新的一個意思 然後 已經 哇 非常多了 好的 OK 好的 OK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那有42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有沒有看荊棘的巨人 那跟大家報告 我現在已經完全沒有追劇 或追漫畫的時間了 所以我就是每次出到一個段落 然後回去稍微看一下劇情的簡介 那目前就只能這樣子而已 相當的悲慘 那希望之後 時間稍微多一點 也就是疫情過去了之後 有機會慢慢來追劇 反正我之前的習慣也都是等全部都完結了 然後再回來看嘛 所以這樣子也比較不會說 好像作息受到這個劇的影響這樣 所以我就是可能等疫情過去了 然後一次來不完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劇透 有 一開始的時候有看了 但最近真的沒時間 有37位朋友們問說 如何看待這個台灣 未來30年新興職業的發展 30年真的滿長的 那我自己記得說在30年以前 也就是我才9歲的時候 暴露年齡 9歲的時候 當時其實剛剛開始出現個人電腦 那當時大家都有一個 預測 就是說我們以前就是要完全是 手動的去做各種各樣的計算 所謂的白領階級等等 那當時就已經有一波講法 說什麼AI 當時最盛行的AI是叫做什麼 模糊邏輯 法西邏輯 什麼類神經網路 當年就已經轟過一波 那所以說這個所有的人工都會 白領階級會被整個取代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小時候看什麼第三波啊 托福樂啊什麼東西 這些東西都有已經轟過一波了 那後來我們現在從30年後回過頭去看 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基本上並沒有什麼特定的工作 被取代 當年這個當然我們在30年前 叫Printer就是排字工人 那時候還是存在的 現在Printer當然已經是一台機器了 就是印表機 那當年的Computer 當時Personal Computer 剛剛從人就是計算員 變成計算機 就是在30年前發生這個 詞彙意義的轉變 但現在當然Computer 全部指的都是機器了 已經沒有人在指人了 當年的Editor叫做編輯 現在Editor還是叫做編輯 所以還是有一些字沒有改變意義 但是你說因為有Printer 因為有Computer 所以就沒有人做排版嗎 其實我想在座還是有很多人 自己有在做視覺的工作 還是有在做平面的工作 還是有在做設計 這個職業並沒有消失 又或者像說這個Computer 難道就沒有人在做資料科學 或者是做分析做運算嗎 當然還是有人在做運算 只是他的工作裡面容的部分 任何人來做的都一樣的部分 真的能夠自動化的部分 他不但被自動化了 而且他自動化的過程 在這30年裡面 我們已經忘記說 這件事情本來是人在做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新興的職業 最主要的就是 我們會把現有的 本來因為他 還不像說 因為我最近有一個新的興趣 就是做菜 那就是早上一醒來 會炒個菜什麼的 那為什麼我可以這樣做 是因為 我在社創中心 有一家建築團隊 叫Fresh Recipe 那我就固定 每個禮拜去跟他訂 他就是幫忙把洗好 跟切好的菜 直接讓洞窄到門口 也就是說洗菜跟切菜這種 每個人做其實都差不太多 當然刀工還是有些差異了 但是差異不太大的這些部分 他完全用批次自動化的方式 把它做完了 但是比較有創意的 就是哪些食材跟哪些食材加在一起 要加哪一些 然後我說哪個醬汁呢 等等的這些部分 就是有創意的部分 還是人來做的 那所以這些部分 因為做的時候有樂趣 所以我就不會很想要把它自動化 就是被自動化掉 但是因為我前面這些備料的時間省了下來 所以我就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去看食譜 所謂的Google Cooking 就是在那個冰箱裡面看剩什麼食材 然後全部打進搜尋清裡面 然後找到那個食譜 然後再學一道新的菜等等 這些東西 因為我不用切菜跟洗菜 所以我的時間省下之後 我就可以去做更有創意的事情 所以我想我們現在所熟知的這些職業的類別 它大概都還會存在 就像Computing跟Printing這些還是存在一樣 只是說第一個它的載體媒介 可能改變到比較省力的部分 以及第二個 因為我們省下來那麼多 就是本來是用在很容易事情上的時間 所以每個人他斜槓的 可以斜槓的數量就增加了 好比方說我現在是Digital Ministry.tw 這個數位政委 但是我目前同時斜槓七個國外的職位 那這樣子其實斜槓那個斜率已經有點太斜了 已經變橫槓了 但是各位如果現在還在直槓的 或是斜槓這個45度只有兩個的階段的話 那也可以想一想說哪些部分你的 在這些斜槓或目前單槓的這個過程裡面 是比較融的 那些部分可以自動化掉之後 你就多出一些時間可以去斜槓 然後把斜率變成越來越像橫槓的部分 那我通常第一個問題回答比較久 因為讓大家有時間問接下來的問題 不過我講了這麼久 第二名的問題還是沒有變 還是如何看待韓國瑜 那我自己當然是覺得說 就是在2018年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我覺得它真的讓 因為我爺爺阿嬤他們是住眷村嘛 然後他們的很多的親朋好友都就是 因為韓國瑜的關係 是學會怎麼樣用智慧型手機 怎麼樣看直播 然後怎麼樣子在直播上面即時的去互動 然後假日怎麼樣子去租遊覽車 或者是參加一些實體的活動等等 所以我其實覺得很感謝 因為就是在長照的角度來看 越多的社會參與 就越不會有這個老年的 好像就是估計啊 人際連結不夠啊等等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以 因為我們今天什麼問題都要用社創的角度回答 所以我覺得以社會創新的角度 包含甚至在那個公開計票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選舉制度跟其他國家 有一點不一樣是我們純資本 而且唱票的時候是可以錄影的嘛 我們2014年的時候有一個新的這個規定 所以我也很感謝說 那他們的陣營的那隻叫什麼 穿雲艦對不對 那個APP 就跟另外一邊叫什麼 鷹眼部隊 我其實有點忘記了 所以當時就是在一面開票的時候 就一面有人在那邊即時的計票 事實上變成好像很紅的YouTuber的一些題目 那我當時因為負責的工作之一 是跟民間的視察和中心等等合作去看 就是假訊息危害的防治 那我們就發現說 這套真的非常棒 因為就是每一個陣營 有他們比較相信的那些YouTuber 那些YouTuber就承擔了就是傳統上面媒體 那現在是自媒體的這個角色 所以雖然在謠言亂竄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謠言說 什麼CIA準備了兩種隱形的墨水 如果你蓋蔡英文的話 那這個就是墨水會自動出現在那一格 但是你如果蓋韓國瑜的話 CIA就是會把你的墨水弄成慢慢不見 然後蔡英文的那一格會冒出來 真的有這個謠言 那但是後來就發現說 因為感謝這個營營部隊跟川雲健的朋友們 就是他們即時在那邊直播也好 錄影也好 把他們看到可能有問題 什麼唱到第四號 後來發現不是那個是立法委員等等的那些片段 通通都上載上去 所以一下子之間其實謠言他沒有任何亂竄的空間 因為每個人都由他相對相信的那個YouTuber 來就是承擔 我剛剛講到平常是大眾媒體 但是現在因為網路撕裂的關係 很多人已經不那麼相信大眾媒體了 所以讓他們覺得比較親切的這些自媒體 也承擔了這個工作 所以關於玄武的一些謠言 就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大的亂竄 那這個是好像說很多美國的朋友很羨慕我們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好的一個社會組織 這個要怎麼跟社創家裡連結呢 有27位朋友們問說請問天竺鼠車車 要保車險還是寵物險 我覺得這應該是另外一種險種 因為如果是寵物險的話 那它必須要是就是有那個城堡的銀行 要把它放在就是同班動物 就是我們動物保護法的那個部分 但如果它是實際上是載人的話 感覺上是它比你還要大了 到底能不能算成全在家裡面的同班動物呢 其實是比較難想像的 它感覺上比較像馬車或牛車這一類的 就是比較像經濟動物的那一邊 那當然經濟動物也是可以保險的 只是說它可能不是車險 因為是對這一個天竺鼠本身在保險 而不是被對它拉的那輛車來保險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種新的這種險種 那如果有人想要研發這種險種的話 很歡迎去在我們的金融沙河 我們有一個Fintech Lab 就是你可以跟金管會去申請一種新的 不管是銀行或者保險 或怎麼樣子的金融的創新 你可以試試看半年看有沒有人來保 不過可能是不會有人真的來保的 但是無論如何 這個我覺得一切都有創新的可能性 那如果你發現說你設計了半年在沙河裡面 但是沒有任何一個人來保 那你就了解到說這個Product Market Fit 可能沒有很好 所以就需要走轉之類的 我的意思是說 就算一個比較狂想的一個idea 它其實也是讓你比較習慣這整套process 就是怎麼樣跟金管會打交道等等的這個方法 所以我是蠻鼓勵你說 創造一種車線跟重物線以外的現種 然後去跟金管會申請看看 然後看看金管會怎麼說 他應該是不會反對才對 好 那有34位朋友說 是跨領域的能力重要 還是專業的能力優先 那就像剛剛講到 小孩才做選擇 那我們是成年人全都要 各位應該都有18歲了吧 18歲立刻就是成年人了 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很常見的一個誤區 就是說好像你要先發展好幾個專業能力 然後才能夠去跨領域去把它連結起來 這個是比較傳統的見解 我想在以前就是有網際網路上面的 共同學習團體以前 說不定這是真的 因為每個人他的鄰居 或者是他的朋友 他的老師 他的同學的數量是有限的 基本上就是在你旁邊的人這樣而已 但是在網路上有非常多的 所謂的special introscript 就是興趣工作組 他的特色就是說 你就算只是在維基百科上面專門操作 沒有 現在不太能操作 但是就是專門去參考維基百科上面的工作 那在參考的時候順便改一兩個錯字 那其實你也是維基百科的貢獻者 他不像以前的百科全書等等的出版的方式 是你要先就是策展 策展之後要撰寫嘛 然後就是撰寫之後要編輯 然後要就是出錯等等等等 然後最後再發布 那現在這些introscript的方向都是相反的 就是你如果在維基百科上面 沒有看到某一個條目 你就先創立再說 就是先發布了 那發布之後呢 總是會有很多看不順眼的人來說 這個條目什麼不值得一個條目之類 你就會跟他打筆戰 但是打筆戰過程裡面就會 就是結合一些對這個感興趣的人 那這群人就會彼此認識 然後就說好 那我們就無論如何要為天竹鼠 車車保險什麼 開一個新的條目 那然後在這個過程 你就認識了一些新的朋友 那但是在這些除錯的過程之後 其實才是累積primary content 再去累積這個資料然後等等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以前是先撰寫再發布 可是現在是先發布 然後炒一陣子之後再撰寫 那所以這樣子逆向的這個模式 其實群眾募資也是一樣嘛 以前都是你先這個工廠做出產品 然後再retail賣給消費者 那現在是你無論如何先賣再說 有足夠多人買了 你再去開模再去製造等等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最主要的所謂的專業能力它的累積 其實是可以幾乎沒有掀起的成本投入的情況下 只要你對這件事情有興趣 而且你願意不斷的跟人交談 就是亂入了 那亂入的時候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個簡直是亂來啊等等 那但是你只要就是一直保持正向的那種態度 那到最後就會跟這群人混熟 然後到最後就會累積出這個部分的專業能力 所以我會覺得說 因為現在專業能力幾乎不太需要這個進入的門檻 你不需要先通過一個很困難的考試才能夠開始 累積這種專業能力 那我有看一個TEDEX說你只要有20小時的時間 就可以開始累積某種專業能力 那所以只要需要某個跨領域 跨到的那個領域 那就on demand的去20小時的時間 你看20小時很少 其實任何人一個月就算是用零星的時間 一小時一小時每天 其實也就可以有20小時了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在跨領域的過程裡面 去累積那個新的跨的領域的專業能力 所以我具體的建議就是多跨領域 然後在跨領域的過程裡面 不要忘記說其實 絕大部分的專業能力都不需要你 4時間就可以學得會 你是真的可以一天給他一小時 然後一個月之後就學會的 那至少我自己的學習 全部都是靠這樣子的方式 大概是這樣子分享 我就知道今天會有這個題目 31位朋友們問說 對於鮭魚之亂有什麼想法 當然如果有參考應該是中醫院吧 有一個就是比較永續漁業的那個建議的話 他是建議說就是鮭魚吃它 這個對於環境的壓力還是比較大一點 那大家可以考慮多吃可能隔離 或者是其他的貝類 或者是其他這些比較永續的這些漁業 那盡量不要造成就是我們海洋生態的 就是永續上面的一些困難跟破壞 然後醋飯可以多吃沒有關係 對那其實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看任何社會上面這樣一窩窩蜂的這些行動 當然回去還是要問說 好 那我們說快速公平有趣嘛 那鮭魚之亂很快速就是你立刻就可以做出行動 那它很有趣這個也不會有人反對 那但是它公不公平呢 就是說它對於整體的社會跟環境有沒有造成一些不利益呢 那這個就是它可以養成一個有 accountability 的一個習慣 這個字非常難翻譯 所以我通常翻譯是 就是要一個交代給一個交代這樣子的一個習慣 就是它對內當然它可以就是這個行銷的作者 它一定要去跟它的外場人員給一個交代 對它自己的員工也有一個交代 但是它對外就是對這個環境 對於漁業的永續對於社會的永續等等 它也要給一個交代去確保說 它並不是我們叫做內部成本外部化 就是用外部的這些東西去讓它有一個一時的收益 但是事實上犧牲兩代或三代或七代 之後的環境或者是社會 那只要能夠做出 往內部就是它自己跟自己的員工給得出交代 往外部給這些厲害關係人給得出交代 那就是雙面交代嘛 那雙面交代只要夠年啦 這個社會創新就可以去證明它是公平的 那快速公平有趣 這樣子的東西就可以去發揚光大 那如果中間這個公平和橫平性沒有做好的話 那就有一種好像以靈為禍這樣子的一種感覺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的分享 有27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大學的畢業生應該要帶走什麼能力 我自己覺得其實不管是哪一個層級的學習 我們現在都是叫自發互動共好 所謂自動好這個大家應該會背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素養導向教育 那所謂帶走的能力的意思 其實如果從自發互動共好的角度來看 就是它不是外面的人可以給你打分數的 或者是說你的任何一個行動 不是為了去跟個人跟個人之間比較 或者是說在外在去得到某種正面的 好像肯定或者是嘉獎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正面愁賞 那為什麼是因為在大學裡面 或其他學習機構裡面 當然是有一些這種正面愁賞 或是人跟人之間比較這些設計 但是到所謂出社會之後 其實就沒有了嘛 事實上就是要完全靠你自己 來告訴自己說每個行動是有意義的 或像剛剛講到 就是你的行動實際影響到這些離開關係 告訴你說你的行動對他們造成了就是幫助 或者是造成了不利益等等 所以不如就是在大學裡面 就提前超前部署一下 就先習慣一下 就是不靠著就是外部的結構給你這些獎勵或什麼 而是就是你自己在做每件事情的時候 先想說那跟你一起做的人 你可以給他什麼交代 你做的這件事情影響到外部的人 你可以給他什麼交代 那這樣子雙面交代的習慣 只要一培養起來的話 那其實你做任何事情都是透過互動達到共同價值 就是所謂互動達到共好的這個能力 那從這個角度來切入的話 你的想像力大概都會變成就是比較正向的整合的這些能力 那也就會離這個Elon Musk 雖然我也不覺得Elon Musk一定是很好的一個 role model 他離Elon Musk提到的這樣子一種就是整合式的想像 那我覺得大家就會變成一個習慣 而不是說好像是要靠就是外面的這個結構 然後來給一個節拍或者一個架構這樣子 有26位朋友們問說想問 過去政府對於扶植社會企業的做法 有沒有什麼改善 未來還有哪些地方有進步的空間 非常好的問題 當然我想在場的朋友應該也都聽過社企 我就不特別來定義社企了 我覺得以前的一個困難就是說 我們看到社會企業四個字的時候 我們想到的往往都是公司型態的組織 這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Social Enterprise這個字 其實我們以前通常是翻成事業 那但是就像就是Competency 不小心被翻成競爭力 所以就跟Competitiveness混在一起一樣 Social Enterprise的Enterprise 也不小心被翻成企業 因此就跟business或者corporation 全部都混在一起 所以社會企業往往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在我還沒有進政府 可能2014、15年的時候 雖然當時其實楓彥老師也有說 其實合作社型態、NPO型態 也都是廣義的社企 但是因為看到企業兩個字 所以就是腦力浮起來的 都還是公司型態的這些東西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有很多NPO的朋友們 然後開始覺得有點受到威脅 因為難道他一定要改制成為公司嗎 可是他本來營業得好好的 好比像說像喜漢爾 他就是NPO型態嘛 基金會型態 那其實也蠻賺錢的 只是他賺的每一份錢 都重新投入到他的社會使命而已 那而且他也是一個社會創新 喜漢爾三個字就是社會創新 在此之前是叫唐市政兒童嘛 那或者是更就是不太舒服的字 我就不在這邊講了 那但是現在大家想到喜漢爾 可能會想到憨爾 可能想到就是很好吃的麵包啊 咖啡啊這些東西 那但是這樣子的一個社會創新 如果你要它 一定要變成企業公司投資 上櫃啊 上市 好像哪裡怪怪的 就是說它會把傳統上面做 Startup 什麼十倍五十倍什麼之類的 Series A之類的那種東西 然後跟像喜漢爾基金會這樣子 永續長久經營的社會部門 在之前2013到15年 稍微有一點分開的這種感覺 所以也造成一些困擾 那所以目前我們在2016年開始改善了一個方式 到2017年正式把它叫做社會創新組織嘛 就是說如果你目前只是有一個想法 但是它扣合了一些像永續發展目標 這樣的公共利益的話 那你就已經是一個社會創新組織 那如果你有一些服務或者是一些產品 在跟市場交流的過程裡面 可以讓你達成這些公共利益 那我們目前是把它叫做一個社會創新的一個事業 或者簡稱社會事業 那當然如果你是公司型態 你自己要說你是社會企業 或縱使你不是公司型態 你要說你是社會企業 我是絕對不會反對的 但是我們現在是盡可能用組織的 或者是事業的這個角度 去盡可能涵擴到 其實在台灣非常強的 非公司型態的社會部門 它比方說主婦聯盟綠主張 共同購買消費合作社 它是銷合社 其實根本不是公司型態 可是它也是非常棒的一個社會事業 那還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所以目前的改善的方向 大概在最近兩三年 一直都是往這種跨組織型態的方法來做 那未來在哪些有進步的空間 像舉例來講 我們在公部門有一個法治的一個創新 就是在以前大的公司 很多他做CSR什麼 會有他自己的一個基金會 那這個大家都很熟悉 我就不多講 但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的是 也有一些大的NPO 但是他自己控股他自己的公司 這個就比較少見 在我們公司法修法以前 台灣應該唯一的一個例子 就是大愛感恩 大愛感恩就是慈濟的一些熔董們 設了一個公司 然後把他們全部的股份 通通都捐給慈濟基金會 那這樣的話當然 這家公司就是慈濟基金會控股的公司 這家公司可以賺錢 他賺的每分錢 因為他是百分之百 由慈濟所持有 在當時 所以他就會不斷的分潤到這個基金會 那家公司理論上可以增資 但他只要增資不要超過 一開始熔董捐的錢的話 那他的控制權 還是牢牢掌握在慈濟的手上 所以這是一個大的NPO去控公司 就是在台灣的一個先例 但是這個不難理解 但是其實實作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困難 最大的困難就是說 很少有一開始的Founder 會願意說 全部他丟的錢 然後都全部捐到基金會上面去 那當然慈濟有這個能力 或許喜漢也有這個能力 但是在台灣有這個能力 而大的NPO 其實也沒有那麼多個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對沒有那麼大的 但是也不太小的NPO 在我們的公司法修法之後 有一個新的概念 那這個概念就是叫做好牧人模式 他就是好牧人是一家社團法人 然後他去設立了一個叫 艾曼妍的一家公司型態的社會企業 那但是他並不是權額 他就是用勞務出資 所以這家協會出一些勞務 進入這家公司的股份結構裡 然後他用一個叫特別股的一個方式 去確保說他的投票權 可以不亞於他其他的出錢的股東 所以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說他以後怎麼樣增值 這個公司他的控制權 因為特別股的關係 就還是由這個協會所控制 但是他這個增資的這些股東 他還是可以有分潤 他如果賺了錢的話 他因為有股權嘛 他有過半的股權 還是可以分到過半的錢 但他不會因為有過半的股權 就有過半的投票權 所以他的使命就不會漂移 還是由這家NPO所控制 所以他只是把股權裡面 就是股份的部分 分錢的部分跟投票權的部分 兩個用新的這一套 包含勞務組織法人股東 然後以及特別股 這三個制度把它結合起來 那這個目前已經變成 比較多人知道的一件事情 即使你有非常好的一個產品線 或者是一個服務 但是你不希望新的股東 讓你的使命漂移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你的NPO 當成好像他的公益目的的鎖定者 然後派一個法人股東進來 那這樣也不會像以前 就是NPO的 就是好比像說他理事主席 或者是他的理事長突然換人 然後因為是兩個自然人 然後突然之間這個NPO 就跟公司就互相漂移走了 那這個就可以互相鎖定 那像這種事情就是 如果你要開一個多型態的 社會創新事業的話 其實大概到最後是一定會碰到的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是盡可能讓公司法 不要擋出大家的路 而是可以讓大家在創新的時候 可以多一些不同的型態去做選擇 有七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對於社會創新所 那有什麼想像 有什麼期待 有什麼建議 我的理解就是 我們對任何社會創新的工作 我們政府都只有同樣的八個字 叫做 權力支持絕不主導 意思就是說 我絕對不會去下什麼指導期 要給什麼建議說 要這樣做才對 因為我們如果這樣做的話 那就就是 那叫什麼 國進民退嘛 那就好像說我們 國發基金去投資一些社會創新事業 然後不小心投到70% 它會變國營事業一樣 絕對不會做這種事情 國發基金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它最多只能49%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會給任何具體的說 要往哪個方向做的建議 但是不管社會創新所往哪個方向 那我都很願意來做什麼呢 來增幅 增幅也是 就有點像是 accountability 我翻成交代 雖然不是很標準的翻譯 empowerment 我也翻成增幅 那我當然理解說 有翻成賠力 增能 充全 還有很多這個聲音 各種各樣不同的 multimodal的翻譯 但是 我為什麼翻成增幅 就是說它很容易想像 就是你本來有個政府嘛 本來有自己的方向 有自己的能量等等 那但是如果你這邊有一個好的 社會創新的一個概念 你想要它 一下子全台灣都知道 或全世界都知道 等等 那這樣的話 就非常歡迎來使用我 我的肖像權 都是拋棄的 那所以 好比像說 日本就有一個暢饒舌的 叫dos monos 直接把我的 像今天這樣子的演講 或者是對談的聲音 simple過去 變成他們的 曲調的一部分 也沒有問過我 然後那個 事後有通知我了 然後像那個 柯委輝說什麼 唐豐國台灣 什麼腦波耕田 什麼的 也沒有問過我耶 我也是 我也是看臉書才知道 對 那像最近的例子 就是那個 好像大港開唱嘛 對不對 會被我的腦波劫持 那這個倒是有問過我 但是他們要怎麼用我 還是不知道 從來沒有看過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種 增幅就是把自己當成謎音嗎 的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很歡迎使用 就是隨意使用我剛剛講的 任何這些話 如果有錄影怎麼樣的話 也都非常歡迎 擴起來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規章制度 像剛剛講到的 如果有擋到大家的路的話 不管是公司法 還是其他相關的一些法令 那我們這邊是都有所謂的 一般性的沙盒 就是如果你覺得 法規命令有哪些部分的運作 會調整一下 對你的社會創新比較好 不然會擋住你的路的話 也非常歡迎直接跟我講 那我們就一起來半年一年 找一個試點 然後試試看說 這一套新的法規命令 執行下去會怎麼樣 那如果到最後大家發現 這是有公共利益的話 那我們就感謝你嘛 因為我們的法規命 因為你而修改 那如果到最後發現 沒有什麼公共利益的話 那反正才半年而已 我們就感謝你幫我們付了學費 大家都可以發一篇Paper什麼的 然後之後大家就可以再去 就是往新的方向去嘗試 所以大概就是你行你來啦 開門造句啊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有20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我有沒有考慮過 開一個Podcast頻道 我還真的有考慮過 開一個Podcast頻道 之前有一些 像有個外交部的朋友 建議叫做 Take 5 with Audrey 就是每個禮拜五天嘛 然後每天五分鐘 就是比志祺七七稍微打個折扣啦 只有她的七分之五 這樣子的情況 那之前也有跟像歸道之音的Emily 有討論過這件事情 那我們一開始的想法都是說 還是以英語為主 然後是就是我們的一些Perspective 不一定時候一定要談台灣這邊發生的事情 但是從我們像剛剛講到的 什麼川雲劍或者是音樂部隊的角度 來談美國大選造成的假訊息危害 像這樣子的切法就還滿不錯的 是一個International audience 是從台灣的角度來談 所以我們也正在想什麼時候Launch啦 前幾集的內容目前也在慢慢累積 大概還有三四個禮拜吧 希望可以當作我的生日禮物來Launch OK 有24位朋友們問說 對於上演號創業上演號這件事情 我在16歲創業 當時如果面對質疑的聲音 走出自己的路 就是沒有質疑的聲音 當時16歲的時候 沒有誰質疑我創業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唯一有資格質疑我的 就是我的校長是沒有質疑我 他是非常的支持的 那在當時就是13 14 15 是國一到國三嘛 那我其實到國三的時候 就一天都沒有去學校 斷考去教白卷 然後就回家了 除了斷考去教白卷回家之外 都沒有做就是別的上學的工作 那這部分蠻不合法的 因為當時還有強迫入學條例 事實上現在也還有 只是現在有實驗教育三法 所以就是比較可以自己提一個 學習計畫 但當時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其實理論上我一天不去 我們家就一天被罰錢 那就更不要講創業了 那但是我在就是國中二年級 14歲的時候 有一天就跑去找我校長 然後說你看我這個 我用email的print out的方式 把我跟線上的研究者的互動 都印出來給校長看 然後說像你看 你說我要念很好的高中 很好的大學 畢業考GRE postdoc等等 就可以去跟我喜歡的人工智慧的研究者 一起做研究 但是你看人家已經回我信了 他不知道 我才14歲 所以我們也就一起開始做研究了 其實我只是改他的措子而已 這也不是很重要 總之就是我們已經開始互相認識了 那我就跟校長說 那我一天可以花16小時做研究 因為有網際網路去出資訊網 或者我可以8小時在你的學校浪費時間 然後只有8個小時可以做研究 那就是校長可不可以就是幫我想一想說應該怎麼辦 那我其實腦裡已經就是想到可能四五步以後 我覺得他一定會就是反對嘛 那時候一直在想怎麼樣說服他 但是他不需要我說服 他就想了個30秒一分鐘 他就說 好了那你明天就不用來上學了 那我就說 那教育局那邊怎麼辦 都學怎麼辦 他就說沒關係 他來幫我處理 那後來我才發現說處理是偽造文書的意思 那不過追溯期都已經過了 沒有關係 所以在我當時這個中二的 literally中二的心靈裡面 我就一直有一個想法就是 原來公教人員是全世界最創新的人 就是他會願意 就是因為被說服的關係 所以在體制裡面去幫忙撐出一些空間 幫忙吸收一些風險等等 那當時好像曾雅妮的校長 另外一位是不是周軍勳一位下圍期的朋友的校長 也在差不多同一個時期做了同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算是第0代的自學生 所以在那個時候 其實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大家都非常尊敬校長 所以好比像說我的家人或者是朋友 什麼可能有所質疑 那我就說這個杜惠平校長都已經同意了 你要講什麼 沒有人敢講什麼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我就可以自己去發展我的創業 或者其他的研究的工作 所以我是一直覺得說有一個制度性的支持 當然是最好 但是如果還沒有制度性支持 那你是第一個想要做一個實驗的話 那有一個人願意出來 像當時的校長一樣說 如果有風險都算我的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他在體制裡面吸收這個 托荒者的風險 那後來大家發現說 曾雅妮或者托荒風好像也還好嘛 這個好像並沒有什麼就是不良的社會影響 那這樣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有之後 像自學三法等等這種體制裡面的職員出現 當然後來自學三法實驗出來的自發互動功耗這些 慢慢也都變成我們的淋巴克剛的一部分了 所以我是覺得有Panir 然後有人願意出來說 那有質疑的聲音都算我的 那這樣子的校長 我是覺得非常的幸運 然後可能也是讓我一直覺得說 我跟體制的關係是 如果看到什麼不好的 不是去打破它或者是去攻擊它 而是說那體制裡面一定有一些人覺得 我們用新的方法做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用創新的方法做一些新的做法 那說不定慢慢 舊的這些做法也就會被新的吸引過來 有24位朋友問說 那請問台灣發展AI的現狀與看法 要看AI是什麼意思嗎 那大家可能知道 我對AI的看法一致是說 AI應該叫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輔助式的智慧 assistive technology 輔助的技術 其實是大家很熟悉的 好比像說 我看在場很多人戴眼鏡 有戴眼鏡的就是知道 什麼是assistive technology 就是像眼鏡這樣的東西 就叫輔助的科技 那它有兩個特點嘛 一個是alignment 一個是accountability alignment的意思就是說 它應該以你的最佳利益為利益 我想要看清楚一點 但是我近視有300多度 這樣看不清楚 所以戴了眼鏡我就看得清楚了 但是如果它不align 好比像說 我戴個眼鏡 然後每70秒 它有10秒的時間跳出蓋板廣告 我要就是等它倒數到零 才能夠按下去 那這樣的話 它就不是 我就變成了 不是客戶 而是產品了 那它的真的客戶 其實是廣告商 它的alignment是對著廣告商 那這樣的話 就不是以我的最佳利益為利益 我就不應該去用它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accountable 就是要給得出膠帶嘛 好比像說 我的眼鏡如果某一天醒來 就是歪掉了 或螺絲鬆了的話 那我只要把它帶到附近的眼鏡行 或者是我自己 就是上網看一些 就是教學短片 那我就可以自己把它修好 說不定like literally 真的有那個膠帶 就可以把它修好 那但是這樣子的做法 在很多的AI的套件裡面 不是這樣嘛 它很多時候是 你要先取得原廠的同意 不然好像是侵犯了它的 不管是專利權 還是營業秘密 還是專利等等的 那就變成是說 你要怎麼樣子修改 或者是你看到它有bias 就是眼鏡的話 就是偏光嘛 偏粉紅色之類的 你想要把它修好的話 你竟然還要取得原廠的許可 或者是付它幾百萬 那這樣的話 它就沒有accountability 因為它就基本上就是壞掉 但是你不能夠把它修好 而且它也不用做出解釋 那這樣子的話 就不叫assistive intelligence 基本上就叫做 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就是威權式的 或集權式的智慧 它可能還是很有智慧 但是所有的能動性都被削減 然後全部都集中到某些特定的 不管大公司 或者是大的政體政權裡面 那所以我們是不往這個方向發展 我們盡可能往assistive的方向發展 那當然在疫情的時候 也不可諱言 就是全世界都 稍微往衛權的那邊發展了一點點 那當然有些地方很多 很不幸 那但是在我們這邊的話 很可能是因為 就是大家社會創新的意識非常的強 所以我們就沒有讓自己變成說 好像非得封城不可 或者假訊息的危害 非得下架不可 等等的這種剝奪掉 社會部門能動性的做法 我們還是一直是靠著大家戴口罩 先洗手 然後這個多轉傳總裁的可愛的圖片 等等的這種方式去應應這個社會問題 那這樣的話才真的能夠所謂是 assisted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輔助式的群眾智慧 而不是說因為威權的關係 所以就把群眾智慧的出現的方式把它消滅掉了 所以我想提醒的就是說 AI當然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就好像我們在腦裡面不假思索的這些想法 大概很多都可以現在寫一個批次的方式 就移到大腦外面去用AI的方法解決 那之前在2015年的時候 我跟當時正在做新一波的AI 一個叫Bless Aguera Arcus 我們在法力對談 那他就講了一個我覺得很棒的比喻 他說我們這種批次的把腦裡不假思索的東西 移出去的這種技術 他覺得就跟火焰是一樣的 因為火焰是把我們的食物處理的功能批次出去 你可以煙燻鮭魚之類的東西 就可以讓它不會腐壞 然後可以一次處理大量的農作物或者是獵物 那所以當然是文明的開始 但是火焰也有它的困難 因為它非常的危險 尤其在早期的文明 可能是整個城市都會因為火焰的關係 like literally 複製一句 那所以後來我就引申它的這個比喻 就是說我們解決火焰的危險的方式 其實不是說只讓五個六個大的祭司 或者是專職人員來使用火焰 而是我們想盡辦法讓六歲小孩都會用 就是叫做家政客 就是主菜 然後我們在做建築物的時候 把它的安全的係數等等放進去 那在一些特別困難特別敏感的一些地方 好比像說長的隧道裡面 我們甚至還會有一些專業的這個縱火的人員 這樣講怪怪的 消防檢查人員 然後來試著在隧道開通以前先燒一燒 然後看看就是它的逃難灑水等等東西都沒有問題 那等到這些都沒有問題了 那我們再開始去使用這樣子的公共工程 所以我們現在面對AI也是一樣的 就是確保說大家都了解到它使用的邊界 它可能的危害 但是有bias的時候 這個立刻按一個鍵消防隊就來撲滅 像這樣子的做法 那我覺得我們就可以一直維持在assistive intelligence 而不會變成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的這個方式 那有22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台灣有沒有可能成為下一個香港 目前看不出來有這個可能性了 那如果你知道有這個可能性的話 那也很希望你能夠不利於在slido上分享出來 我們趕快來消滅掉這個可能性 有20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地方政府是不是可以在社會創新的運作過程裡面 擔任一些角色 以及如果有角色的話是可以擔任什麼樣的角色 我自己是覺得 它在地方上面的創新的傳播上 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像我剛剛講到的這些sandbox 這些我們在台灣 要把一些新興的科技去做有益於社會的應用 它一定要找到一個試點 而且那個地方政府願意說 好 那我就先試試看 好比像說無人機 無人機的試點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在 烏來還是哪裡 應該是烏來的一些偏鄉 原住民族的這些區域 去做藥物遞送的這個服務 這個顯然就是蠻能夠解決社會問題的 但是如果不是在地的政府願意說 那我把無人機的這個飛行的就是軌道啊 它的安全系數啊等等 我願意用我的公務人員的時間去進行規劃 去確保說它給得出交代的話 那它也沒有辦法成功 那或者是說像我們在台灣所謂 越偏向越先進 另外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無人車嘛 那無人車現在也有很多它是隨選需求反應式的 有點像是輕軌但是沒有那個軌道 捷運但是沒有那個高架 就是它是用軟體定義的軌道啦 這樣的做法 那這個在全世界都還不是非常成熟的技術 大家只知道說這樣子它也不用開很快 那它也可以解決那個就是博恩問我的那個 那個什麼電車兩難的問題喔 因為如果你在捷運軌道上面 這個衝到軌道上 那顯然是你的問題 不是那台捷運的問題 因為它的標誌標線 它的社會常規非常的清楚嘛 那所以用這個隨選的大眾運輸來解決掉 一定程度上面偏向沒有大眾運輸公司 願意投資去進行工作的這個問題 也就是相當多的偏向的地方 政府它可以開始在就是無人載具的創新實驗條例裡面 開始提出它的具體的做法等等 所以我是覺得說 有一個新的社會創新出現的時候 當然民間的社會創新組織非常的重要 那但是地方政府它也要有那個 就是有點像我的中二的時候的校長 的那個膽子去說 那這個教育局可能不是教育局 它可能相應的就是交通部 交通部那邊這個我去幫你擋著 當然希望不是偽造文書 就是用一個創新的方法 重新詮釋現有的法規 那好比上說之前在都市裡面 去經營這種大眾運輸的行業 剛剛講到公車等等這些 它都是要一定的就是不管是資本額 還是車輛數量的門檻等等 那但是現在就因為一些地方政府 他們做了類似像這樣沙盒的實驗的關係 所以就變成說 如果在真的就是經濟不太利益的地方 那有社會創新組織願意來投入的話 它還是要考這個 好比上職業駕照等等 就是一定要有的 但是它的準入門檻可以稍微低一點 而且它可以跟在地的教會 或者其他種非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創新組織 由他們來擔任 把白牌車就是轉成其實是隨選運輸 已經是合法的這樣子一個角色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棒的法規創新 那它是靠著地方政府願意跳下來 先吸收一開始的這個風險才能夠做到的 所以我覺得當然中央政府不可能 一下子全部的事情都說 我們全台灣每一個地方都要有這樣的東西 因為它地形可能就已經不適合 但是如果地方政府願意因為它地方創新的緣故 去把民間的這些可行的提案 綜整成一個法規上面看起來像灰色地帶 但是地方政府就是說這就是白的 這樣的情況的話 我覺得地方社會創新者真的會容易很多 那有20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那想要問說社會企業多在什麼階段失敗 政府會採取什麼行動進而扶植社會企業 讓社會企業有永續經營的可能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當然你越早失敗越好 然後失敗越多次越好 那原因就是說它是三種底線嘛 就是你同時追求經濟的社會的 跟環境的永續的收益 那意思就是什麼呢 其實你很難三個同時失敗 就是就算一開始市場沒有對準 然後沒有賺到錢 但是過程裡面累積出來的一些社會創新的做法 其實對整個社會是有益的 尤其你如果fail open and fast 就是把整個為什麼不work 募資為什麼募不到錢等等的這些 都公開的像在什麼搞雜職業之類 現在有很多這樣子的活動 分享出來說怎麼搞雜的 那這樣子就像剛剛講的 你付了學費 然後所有其他人都因此稍微賺了一點點 你看跟樂透剛好是相反的 就一個人賠了很多 然後大家都賺一點點這樣的狀況 那所以你越早失敗 那當然你自己的負擔就越少 但是意思也就是說 旁邊的整個生態權越快學到你關於這個社會或環境議題 相關的一些生局教訓啊 什麼的這些其一 那第二個就是說 越早失敗也是在講personal career 就是你在你的生命的越早的時候失敗 那好比像說我15歲創業 16歲就自己覺得說 好了我想要去做open source 那17、18歲真的去做open source 第一個模型不是很成功 那到19歲 第二個模型還不錯 跟中研院有一些合作 自由軟體駐造場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一直pivot到可能20、23歲才找到說 那開放原始碼到底要怎麼樣出現一個 真正有意義的價值主張 那最後當然有exit 但是在過程裡面其實失敗非常多次 但是因為我當時才16或者17或者19 那所以就是這種失敗 第一個我自己沒有什麼成本可言 因為都是投資人的錢 那第二個是說 投資人也覺得說 那我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這個模型不fit 所以下一次我在走轉的時候 他還願意投資我 那真的是蠻好的 那在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因為當時跟我的幾個共同創辦人 其實都在念研究所 他們比我大10歲 所以我15的時候他25 在念研究所 所以呢他這個不管成功失敗 他都可以寫他NBA的論文 所以對於整個學術界也有貢獻 那從他的角度來看 就是有很多的師長願意說 那你不管創業成功或者失敗 這個就是對我們大家更了解 好比想說電子商務 更了解社群媒體 更了解很多我們新興的 大家不太了解這些方式 所以again就是他再次想要拿到資金的時候 也比較容易 那現在當然情況跟就是我當年1996年 1997年有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以為我們有高教神根計畫 所以就有USR 然後有U-START 那這些都是社創方案裡面的一部分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你創業失敗 其實就是整個教育系統幫你吸收 而且也沒有失敗可言 就是你告訴你旁邊的這些社會部門說 你這個方法不work 只是這樣子 好像愛迪生說他找到99種不適合用來做燈泡的材料 這樣子的做法 但是因為是有一個學校的體制保護著你 所以你就可以失敗非常多次 那在最早的階段失敗 那這樣子的話 政府所謂的扶植就是確保說 你學到了這個教訓 我們弄到就是全世界都知道 這樣講也怪怪的 但事實上這是我們做的事情 那但是如果你運氣很好 而且你找到了一個你在生態圈裡面fit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還有另外兩個蠻具體的協助 一個是說你的生態圈只要願意採購 你是一個社會創新組織 你成功整合進了這個供應鏈 那每年就是被採購到500萬的話 那採購你的這個人跟你是一個partnership 那我就出來頒獎 這叫buying power 那頒獎給你 那如果採購你的這個 其實是一所 就是大專院校或其他的教育的institution的話 那我們可以想辦法說服教育部長 或者次長出來頒獎 那如果是一家銀行的話 我們說服警管會主委出來頒獎等等 就是說不管是哪一個主管機關 只要你的供應鏈的partner知道說 那你在做的這件事情 它真的可以最好是能夠量化的 創造哪些所有環境價值的話 我們就想盡辦法 讓你的供應鏈裡面的每個夥伴都知道說 這個真的是政府非常看重 而且是覺得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是buying power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如果你需要的這個跨欲整合 裡面有一些需要動到公權力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會推薦你來組隊參加總統盃的黑客送 那總統盃黑客送 是一種比較奇怪的黑客送 因為它長達三個月 然後就跟一般你知道那種兩天三天做個簡報 那種黑客送有點不一樣 然後另外一個好處是說 因為它這三個月下來 如果試到了某一個想法真的不錯 這邊的網路速度 好吧 Anyway 那我們寬評人權 等人權狀況改善再來看一下 對 那如果過了三個月之後 這個想法真的不錯的話 那我們每年會頒出五個獎盃 那這個獎盃其實就是一個投影機 你這個投影機只要一打開 就會投影出小櫻頒獎給你的畫面 所以這是一個自我描述的獎盃 非常的Meta 那所以 是沒有獎金的 但是你如果打開這個獎盃的投影 你就會聽到看到小櫻承諾說 就是你過去三個月跨部門做的這件事情 它會好像總統政見一樣的想盡辦法 讓你在接下來十二個月裡面 在全國會範圍實現 那這個是等於Presidential Promise 就是一個總統政見的那種拘束力 那我們會每個月一直管搞到你的想法 這個落實為止 那這些想法 那這些想法還是開不起來 那沒關係 我們就看VCR吧 等一下喔 開一下簡報 就是這個 好 那 好比像說之前就有一個 總統被黑客送的一個案子 是這個 好 那這個是第一屆的案子 那現在選這個 是因為現在非常的竊題喔 他所做的事情就是 這是一群修水管的台水的師父 他帶的這個好像聽診器的 叫做簡漏器嘛 它是簡漏員 那就是會聽那個水管 看有沒有可能是漏水的那種聲音 那如果沒有的話 他就去聽下一段水管 那要是有的話 他就來修理這段水管 那在當時 總統們黑客送剛開始的時候 在基隆這個小區 他們當時的這個小區做測試 就是平均要兩個月的時間 他才能夠從一個漏水出現 到被這些簡漏員聽到 所以中間已經不知道漏掉多少水 那當時當然我們還不知道說 就是會有一整年沒有颱風等等喔 所以這個也可以說是超限部署 所以他們當時的這個做法 並不是去找更多的學徒 來加入簡漏員的行列 因為這非常困難 雖然他的薪水還不錯 但是絕大部分的年輕人並不願意 整天聽沒有漏水的水管 這真的不是一個很好的運用時間的方法 從年輕人的角度來看 但是他們當時就結合了 我記得是正大的幾個研究生 然後自測回HTC 我們行政院本部的一位網管 但其實是AI的博士 Anyway 總之這些朋友們就湊在一起 然後用Deep Learning的方式 想辦法做出了一個LINE的小幫手吧 那所以這些師傅只要一醒來 小幫手就會跟他說 所以你附近三個地方 最有可能漏水機率是80% 75% 70%等等 所以他一天跑三個地方 幾乎一定會有地方漏水 那他就可以發表他的解決方案 給這個LINE的BOT 說那這個情況下 其實他不是漏水師 怎麼怎麼樣 他確實是漏水 感謝你你診斷對了 那我應該用什麼方式來解決 所以他這樣子交互學習的結果 就是他會累積出一個knowledge base 一個知識庫來 那這個知識庫就可以有效的 讓他能夠預判漏水 所以三個月之後 在基隆小區 他就變成平均 從有漏水到被他偵測到 只有兩天的時間 所以大幅度的 讓就是漏水的偵測問題獲得解決 所以就像剛剛講到 他們就獲得了一個台灣形狀的獎盃 然後底下有一個投影機 然後只要一打開 就會出現我們的神主牌 那神主牌就會 這個承諾說 就是我們現在會在全台灣去試用 那在他們那一年就是不但是有漏水的 那也有像遠距醫療 那一年有一個就是蘭嶼的護理師 因為黑鷹直升機在比較晚的時候起飛 然後就跟個案一起墜機的那件事情 那也因為總統的黑客送關係 他們就找出了一套方法 可以讓在地的人更相信在地的護理師 那為什麼呢 因為在地的護理師在死之前 是不能夠在遠距的醫師的指示下 做任何醫療處置的 那是違法的 只有在實體的醫師 在他旁邊的情況下 他才能做處置 那反正三個月一個sandbox 他就試試看 如果在遠距的醫師指示底下會發生什麼事 就發生說 其實家屬這樣就不會硬要後送 不會硬要至天后不好的時候飛回去 那在地的護理師也因為這樣子比較有成就感 因為他比較學得到這些重大傷病 應該要怎麼處置 而不是什麼東西都要送回到本島去 那所以無論如何他應該是有社會意義沒有問題 那所以同樣也因為他們得到這個身主牌的關係 所以之前這個衛福部也好 內政部 內政部是管直升機的 都覺得這個很重要 可是一直沒有排到很重要的那個議程去 那但因為就是他們主命說 好了沒有空開會 那但是這個隊員只要 你知道把同意機打開 那主命就會說那我們去排時間 所以他們一瞬間就通過了醫療法的 醫師法的修正草案 那現在已經通過了 所以其實護理師已經可以 駐產師也可以 在遠距的醫師的指示之下去進行處置 而且現在今年開始還有健保的給付了 那也因為這個相當於Presidential Promise 所以他們就想盡辦法 在一年之內就在全台灣大概一百零幾個 包含偏鄉離島的地方去設置足夠好的光線網路 讓這些衛生所啊文件站啊 就是診所啊等等都可以連到這樣子的 好的寬頻的位置 那當然就是這種的永續經營其實就是很有意思 就是靠大家拿稅錢來永續經營 而且不是這家社會事業本身 要想辦法找出一個business model 而是說我們覺得這值得當作一個infrastructure 就是當作基礎建設 然後把這個基礎建設做到 那但是在上面的這個應用的團隊 當然他繼續去學Linebot 可能就變成疾管家啊 或者什麼其他更厲害的Linebot的開發者等等 他就不用一直去想說 我要怎麼樣解決這個infrastructure level的 這個funding的問題 然後他自己在這個比較高的這個platform上面 因為已經證明了他可以做到這件事嘛 所以接下來的事情 我們就是把他送去出國比賽 好比像說剛剛那個搶救水寶寶就是修漏水的 後來我們就把他們帶去威林頓 那因為紐西蘭本來沒有缺水問題的 但因為氣候變遷就跟我們一樣 那麼他們現在就開始有缺水問題了 所以他們就跟他們的自來學公司 想辦法去做了另外一套他們的機器學徒 那這個我覺得蠻有意義是因為 傳統上面一個主權國家 把自己的關於民生用水的水壓水流量 所有這些資料去交給另外一個國家的團隊做計算 其實是需要非常相信這個對方的國家 是要有相同的這種民主開放 對於這個隱私等等的保護等等的價值嘛 那但是後來就是 就是紐西蘭就沒有去買一些別的國家的 off the shelf solution 它寧可去跟台灣一起開發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的有外交意義 所以這個也是就是我們會想盡辦法 讓你在國際上面也找到就是partnership 一起來解決問題的partnership 所以recap就是說我們第一個會在供應鏈整合上面 或者是社會投融資上面去給出經濟上面的這個reward 但是另外一個也同樣重要的 因為社會企業是社會連結企業嘛 那企業的部分很重要 但是社會的部分就是 如果你這個想法真的值得作為社會的一個基盤 一個infrastructure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變成公部門的一部分 那你在上面只要專心發展再上層的商業模式 你就不需要再來管底下的這一層 底下這一層就納稅員幫你負擔了 那有30位朋友們問說 數位是不是真的可以解決南北差異的工具 科技的技術越來越發達 但是南北的差距似乎越來越大 那這裡我不確定這邊是南北半球 還是只是台灣的南北而已 台灣的南北是相對容易一點的事情 因為就是像我從這個大高鐵來這邊也才一個半小時 所以就是科技進步當然它真的可以縮短這個距離 而且也可以網路代替馬路 那我們在像今年這個剛剛講到的就是遠距診療健保給付嘛 我們就發現說真的對於南北差距它的鴻溝的縮減非常有幫助 而且尤其在離島的情況更是如此 那或者是本島中的離島 例如像說恆春啊滿洲鄉啊等等的這些地方 那其實都是非常就是立竿見影的 它真的可以解決特別是在就是學習權跟健康權這兩件事情上面 也可以解決城鄉的差異 當然也包含南北的差異 那當然並不是問難的 就是學習權跟健康權之所以可以解決 一大部分也是因為我們的政府體制 本來就說這兩件事情是政府的事情 如果民間的社會組織願意來做 做得更好那很棒 但是如果做得不好還是我們政府要做 所以不是每一個題目都非常就是一定可以說 那國家就要用數位的方式來解決 那但是我們focus在學習跟健康當然還有通訊 通訊是基本的嘛 其實健康通訊這三個基本的事情上也有個好處 就是如果你想要做一個社會創業的business model 但是你還不確定你的這個想法 可以有市場的product market fee的話 那你可以先用好比像說 我們剛剛講到這種5G垂直市場場域等等的方式 先在一個明顯有社會價值 但不確定有沒有商業價值的情況下 先證明你的這套想法是可行的 就好像那些總統本黑客送的那些概念一樣 那一旦證明了之後 那你再去找就是business partner 甚至不一定在台灣也許是在南半球等等 那就真的很可行 那舉例來講像之前也有我輔導過一個社創的組織 它是做AI的肺結核的檢體的篩檢 那它也是需要一些法規命令上面的一些協助 然後因為就是醫檢師等等 那它透過AI先做預篩 那它要就是先取得說這個也算一個diagnosis 它也算是一次診斷等等 後來我們就幫它找到應該是宜蘭的一個偏鄉的原住民族的 還有一些肺結核盛行率但是其實也不太高的地方 來當作它的試點 那它去train那一套模型 train起來很不錯 那它就把WHO一次檢查6美元 降到大概1美元不到的這個成本非常棒 那但是它也不太可能賣到全台灣 因為我們肺結核盛行率就真的就還好而已 那所以它就是有一個pilot 那這個pilot一旦做出來之後 然後我們就立刻把它帶到南部 就是帶到那個阿底斯阿北巴 就是伊索比亞 應該算南部吧 雖然它其實是偏北 東非 好吧 那然後它就一次去跟南部的一些就是飛聯 我們在那個聯合構大樓裡面 大概14國這個飛聯的國家去pitch 不是pitch 然後它就pitch說 那就是我們永續發展目標裡面 其實有一項專門就是要讓非結核絕機 那但是它如果要達到這個的話 他們要付出非常大的經濟上面的成本 那我們現在既然已經可以減低到6分之一不到 那其實他們的budget就可以拿去做很多別的事情 但還是可以解決非結核盛行率的這個問題 那當然就是台下這些就是南非啦 不是真正意義上南部 南非的或東非的朋友就覺得非常非常開心 事實上他們也覺得說在台灣有verify 有驗證過的東西在他們那邊 應該這是值得相信是真的可以來試試看的 那這些例子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透過數位解決健康問題 學習問題 通訊問題的這些部分 它在全世界的市場是非常大 那這個解決了之後 別的部分有一點錦上添花 意識足的那個部分 也許有些是數位可以解決 也許有些是數位不能解決 但是我們目前還是focus在社會創新嘛 就是對社會有意義的這些部分 那所以如果大家是往這個方向去想的話 我會建議科技技術不要只把它想成 自然科學跟工業或產業技術 在台灣常常我們想到科技 就想到自然科學跟工業技術 想到創新就想到產創 就是產業創新 這也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就是好像一隻飛機 不可能只有右翼沒有左翼一樣 左邊也是要平衡一下 所以有些科技它是社會科學 那是社會組織的技術 其實在slido上面按個讚 也是社會組織的技術 民主也是社會組織的技術 所以還是有就是社會科技 跟社會技術的這一支了 那這樣子越發展的話 其實是一定程度上可以縮小 不管是台灣的南北還是地球的南北的差距 31位朋友們問說 在PISA的分析報告裡面 台灣學生最高分之一的是怕失敗 所以是一個就是很值得驕傲的事情 我們特別怕失敗 OK 好 那社會創新需要不害怕失敗 那我們的教育系統應該要如何跳脫 我具體的想法就是說去想更多的bottom line 就像剛剛講到的 我自己在創業的時候 一方面當然要員工的薪水要富而出來 這是經濟部分要經營 但是另外一部分也是說 我們用的所有的技術都要能夠開放它的原始碼 分享出來讓所有解決這個問題 不用再解決一遍 那是它的社會意義 那如果這兩個都做的話 其實不太可能都失敗 那如果現在再加上說你在做的要解決碳足跡的問題 或者是說對環境要有好處等等 那就再多加環境的底線嘛 那就更難三個都一起失敗 那如果17向我去發揮目標 你勾個15向 基本上你不可能全部都失敗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一方面不會完全都失敗 但是二方面你可以在某些分支上面 不要說失敗 你還是有主軸嘛 軸轉 軸轉足夠多次 PIVOT足夠多次 那這個時候你也不會特別怕失敗 因為你就發現說失敗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你這邊軸轉 那這個主軸它還是連結到新的做法嘛 你這個做法放棄了 你就跟大家說這個做法哪裡不好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但是這個的前提就是 你還是要足夠斜槓 至少你要斜槓兩個不同的目標嘛 你才能夠說這個沒有辦法達到 不過我這個達到了 我趕快軸轉一下 去把這個目標去結合別的目標 像這樣的做法 對 那所以我具體的建議啦 就是我們在教育系統裡面 如果是就特別的去說 我們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它就是要解決 永續翻目標17關 至少勾兩個 那要解決這兩個 然後這兩個之間的因果關係 讓大家很清楚的看到 那這兩個大概不會同時都失敗 那當然勾是越多可能是越好的 那有30位朋友們問說 如何要在40歲之前 就能夠賺到1億 我想先聲明 就是說 當初我說 我收比特幣的時候 那個 就是跟我來往的那些公司 都沒有辦法真的付比特幣 所以它都是當年的 比特幣的幣值換成法幣給我的 所以我並沒有靠比特幣 這個在40歲前賺到1億 那所以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怎麼要在40歲之前賺到1億 所以大家這個問錯人了 這個我不是很確定 要怎麼在40歲之前賺到1億 有28位朋友們問說 W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low economy resources can do using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coronavirus situation? Now this is a really good question In Taiwan when we talk about the Taiwan model in particular the fast fare fund model the fast pillar which pertains to the like 1922 the toll free number that has been called more than 2 million times last year to report the situation at once by pretty much everyone or the daily 2 p.m. CCC press conference all these actually require very little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the toll free number could be done using just a landline the CCC daily press conference could be done using radio using television and so on the main point is just to shorten the iteration cycle and making sure that the new situation is responded in the here and now and a swift apology if something needs change a swift apology followed by a competent change we used to say in the mass creation system any suggestion is great we'll implement it next Thursday next Thursday so this very predictable pace is what builds mutual trust and that requires pretty much zero additional infrastructure to your existing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of course mimetic like the Zongchai Shiba Inu also helps which is also very inexpensive or I use中文再講一次好了 we're gonna put on smart but also in United States if you have one long time we're gonna make sure we've got to take you that you wanna keep you that you do the same thing that you do will always be able to do that you to check the key especially it's impossible that you to the number 打不通啊等等的情况 那指挥中心当然也要就是每天 在下午两点的时候 有一个带状节目 那大家在当时就是 不但靠着这个带状节目 更加了解 艰深的传染病学 但是经过一百天之后 大家都会狼狼上口了 所以这些事情同样的 也可以透过一个广播电台 或者是一个无线电视台等等 也是可以做得到 它不一定需要宽屏网路等等的投资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确保说 指挥中心它如果 就是真的有所修正 好比上说地面上面就是前线说 我们说指挥中心看到的 口罩的分布的地图 我们当时觉得很得意 因为药局的分布 跟这个人口的分布 几乎刚好重叠 那但是很快的 这个高宏安委员就提醒我们说 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你如果把它Sum out的话 那就可以看到在偏乡 其实每个人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 是不一样的 就是在地图上面 虽然药局离你是这个距离 直升机都一样 但是很少有人开直升机去买口罩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要只花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搭大众交通工具 踩到药局 那药局已经关门了 那其实我是付出不成比例的这个钱 所以其实这个 我们本来看的方式是有bias的 那这个确实是如此 那所以当时这个陈时中指挥官是完全没有defend 他完全就说这个委员教教我们嘛 对不对 他有这样一个态度 就是教教我们嘛 你说的对 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你早点讲嘛 等等 就是他有一个非常适合社会创新的你行你来 的这样一个态度 那所以每次他被这样指出之后 我们确实立刻就开始做 就是24小时的超商的口罩的预购 或者是说我们就是实际卖了多少 我们就配送多少过去 而不是定量啊等等 这些都是在就是高委员一咨询之后的 那个礼拜四就完成 因为当时我们是每个礼拜四去改一套配送的方法 所以只要快速到钱 以及下个礼拜四把它改好 那这样的话互信一下子就可以做到 那这个也不需要特别多的投资 你只需要花足够的心力 在这个短期的迭代上面 当然每次推出一个东西 让一只很可爱的柴犬出来 稍微说明一下也不会有坏处 因为这样的话 大家都很愿意帮你传播柴犬传播的这些讯息 所以感谢这位朋友问 关于开发中国家防疫的这个题目 我们还有三分钟 有22位朋友们问说 新创企业有加速器来扶持 请问政府这边是不是有相关的组织 来帮助社会企业来持续前进 我们终于开好了 总统北黑客送 这个鸽子风暴终于飞到了 那我为什么想开这个是因为 我想要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这边 就是17项的讯判目标 其实是都可以 而且你跨越多 越有可能在总统北黑客送里面 却评重选 因为我们是靠一种新的投票方式 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 叫平方投票法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99点 那不像其他的线上的投票是你上去之后就会灌票99点 然后就把视窗关掉了 大部分线上投票都是这样的 那我们在这边其实是你发现说 一票一点嘛 两票四点三票九点 所以99点只能81.9票嘛 那你还剩18点 其实你不能投到第10票 因为那样就要100点 因为它是需要点数是票数的平方 所以绝大部分的人都会在这里面去开始配票 因为不想要浪费那些点数 那平均起来都会 就是投到四五个不同的专案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当我们宣布前20强或前24强的时候 那些理论上没有却评重选的那些队伍 他跟哪些队伍有综合效果 我们只要看平方投票法 立刻就可以发现 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说服这些朋友 把他们的力量投入到 有进前20强或24强的这些团队来 所以到最后 这边最后就是得到奖杯的这五队 全部都是跨非常非常多部门的朋友 好比像说像这个叫做Circute Plus 那他们做的事情就是 一个类似宝可梦的地图 让你可以拿着水壶 而不用买新的宝特皮 从而达到减缩的效果 那但是这个呢 他又把它游戏化 所以他又结合这个团队 让就是气温突然升高 你有可能中暑的时候 这个凤茶的APP 就可以推送一个赶快去找点水喝的 这个通知给你 然后让你就不会那么容易中暑 那然后这边就是透过AR的方式 让你在闲置的空地 拿个手机一看就可以去plan 说在上面种满了某种树 它看起来样子会怎么样 而且会愿意给一个承诺 说如果真的种起来了 我们会一起来照顾它 因此像桃园市等等地方政府 就可以拿这个承诺 然后真的去种这些树 这是很有趣的AR的这个应用 那这个题目是说 如果你有装智慧电表 但是不确定这个可以帮你省多少钱的话 那它可以给你一个分析说 完全只靠智慧电表 而不用在你的住家去装任何别的机器 它就可以去说是你的冷气 还是电冰箱 还是什么其他东西在耗电 然后当你可以避开尖峰时间也好 或者换成就是节能效率比较好的这些电器 那最后这个就是让你在杂货地买东西的时候 扫一个条码 那通常扫条码只会跳出它的价格 但是用透明足迹扫的话 还会跳出它的价值 就是具体来讲到底破坏了多少环境 才能够让你买到这一盒饼干 盖了多少农地工厂 被采罚了多少钱 那所以你就可以比较一下说 你这个饼干币旁边便宜10块 但其实是子孙花多少多少钱来换 你事实上是在跟子孙这个借钱 好像不是这样讲的但透支了 所以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Incubation的一些例子 就是说这些它需要的 好比方说这个它需要环保署 来帮忙提供这些饮水机的点位资讯 水质资讯 那需要很多的公务机关 去把自己变成凤茶站 然后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装水 然后累积金币 然后还可以换一些什么地方创生 像旅行之类的吧 它是非常游戏化的一个project 所以我们就会帮忙去 好比上说 我去跟中游演讲的时候 就会说那中游不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倒水吗 他们也可以来当一个凤茶站 后来他们就弄出一个新闻稿说 加油就是凤茶的意思 凤茶就是加油的意思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反而都是类似的意思吧 所以他们就可以搭上这一波的行销 那环保署也有弄了一些梗图嘛 说这是糖凤 然后有个茶壶是糖凤茶 然后有个凤茶的logo片 糖凤茶 然后也非常的虚拟等等 所以我们会尽可能 就是把你的主意弄成人间接纸 然后需要就是跨领域整合 包含资料的整合 或者是像透明足迹这边 他希望说经济部那边的 跟农委会这边的各种不同的财阀的资讯 环保署那边的资讯等等 他要用一样的经纬度去套叠等等 那这些因为就是传统上面经济部的竹民 当然不一定那么愿意给出 但他们只要就是打开他们的奖杯 然后把就是总统投影出来 到最后都不是问题 所以我想这部分就是 他的行政的拘束力的协助 是我们最主要能够协助的部分 但是在跨域的整合的协助 也好欢迎大家有空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亚太社创高峰会 APSIS.TW 那这边就是也包含我们帮忙找的一些 国际的社会创新投资人 影响力投资人投融资等等 这些相关的协助 那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谢谢 精彩吗各位 如果觉得精彩再一次掌声 谢谢我们唐沃正伟 谢谢 谢谢 今天的演讲真的非常的精彩 那我知道有很多同学的 发问是没有被回答到的 但来日方长 大家还有很多演讲可以去 然后大家可以像我一样 像追星班 跟着唐正伟到处跑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唐正伟今天来 那我们同学我们等一下 就慢慢的散场 然后记得要刷退 我们直接到一楼去牵退跟刷退 好吗 谢谢大家回去小心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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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